中国乒乓球队一直是国际拼坛的常胜之士 特别是中国乒乓球女队一直称霸国际拼坛还有对手 除了过硬的国际比赛成绩 中国乒乓球女队队员的颜值也处在国际拼坛的领先地位 其中有一位00后现役大美女王天逸 颜值超高赛国隐形 且球技出众成为女队重点培养对象 王天逸 2002年出生 2012年进了三大队 2016年夺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由15组继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女单亚军 凭借这个成绩升入国家队 2021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团体决赛中 王天逸所在的山东鲁能队以3比1战胜深圳大学队 获得冠军 2022年1月WTT澳门冠军赛 2021中国之星王天逸搭档黎石洞参加混双比赛 汇双1分之1决赛 王天逸与林诗栋对阵世界冠军陈梦与梁敬坤组合 在0比2落后的情况 夏王天逸与林诗栋接连搬回两局 将比赛拖入决赛 尽管决胜局还是输了 但两名小将来到澳门才和练了两天 能打成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王天逸身高176厘米 腿又细又长 感觉不像打乒乓球运动员 更像是明星模特 她属于那种天生励志 不用化妆和美颜 看一眼就能感觉惊艳的超级大美女 其颜值之高 在世界女拼也无人能比见 王天逸长的酷四 小龙女李若彤 高圆圆 全智贤 袁永仪等明星 个子高挑 身材窈窕 瓜子脸 鼻子高挺 头发无黑 肤白貌美 尤其是一双大眼睛 更是魅力十足 王天逸第一次引起大家的注意 是在2021的拼超联赛上 他代表山东鲁能俱乐部出战 同队的有陈梦 王曼玉 陈幸彤 钱天一 范思琪等人 所以王天逸没有什么上涨的机会 但是由于王天逸长相和气质非常独特 摄像机还是频频把镜头打给坐在王曼玉和陈梦身边的他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后来为了专心训练 王天逸注销了社交媒体的账号 对于竞技体育而言 比赛成绩永远比高颜值更重要 但对于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来说 看着一位大美女打乒乓球 绝对是一种视觉享受 从宏观层面来说 高颜值的美女运动员 对推广乒乓球运动也大有好处 希望王天逸能在球技上更上一层楼 成为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实力担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